现在我们继续讲到神对我们有丰富的感情 因为有很多人对于神的想法 就觉得神好像一个法官 好像一个审判官 好像一个校长 很严格的 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神有严格的一面 但神的主要特色是 祂是有丰富的感情 非常丰富的感情 以赛书49章15节 婦人应能忘记祂吃了你应是 不练书祂所生的儿子 即是有忘记 我也不会忘记你 即是神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的相法是什么呢 即是不忘记即是什么呢 即是经常记得 也都是一种正面的记得 即是一个怀念 祂是时时挂着你的 这些观念我们可以常常放在心中 神现在想着我 神现在想祝福我 祂在我生命中有奇妙的工作 祂很想着我 就算我这些困难 有时有些人会说 如果神那么爱我 为什么我那么多困难呢 其实困难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困难呢 当然有两种反应 有些基督徒在困难 就会倚靠神多一些 呼靠神多一些 有些基督徒就埋怨 疑问 为什么会这样的 但是当我们认识神 认识圣经 就会寻求神 神我倚靠你 神就会欢喜 神想找到什么 就找到人倚靠祂 神就会欢喜 你倚靠祂 祂一定在你生命中做好大的工作 是必然 一定会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常心信 神常惯着我 我总于做祂欢喜的事 祂一定会喜欢的 这个经文我们看到 神的什么本性 祂的本质就是很有记性 还有它是有一个甜蜜的记性 是一个关怀的记性 祂永远都不会忘记某一个人 也都不忘记我们任何一样东西 祂会惯着我们很想祝福我们 其实这个感觉是很甜蜜的 很多人在恋爱 很多女性就会问 埋怨 埋怨男朋友或者丈夫 又不记得她生日 又不记得她喜欢吃什么 她有什么欢喜 很多时候会觉得她不记得 但是神是会永远都记得 祂永远都是想祝福我们的 这个就是神那种很好的本性 有一次我在元朗 我在那儿等车 等车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男人拿着一个袋 他拿着一张纸出来 我最初还以为那时候很流行的乞丐 就放在地上写很多字 我从哪里来 我现在没钱了 你们麻烦你帮我 但是我看到他拿着纸出来 他就不是放在地上 是贴在那条柱 那里有条柱 大约的内容跟这个差不多 就是说我很想念你 我不介意你所做的事 请你回来我已经原谅你 那时候我看到没有手机 手机我一定会拍到他 就是很特别 我真的觉得这个爸爸的心 他很伤心 他的女儿不知跑到哪里 他就用着这种方法 你总之你回来了 所有的事我不介意 我们的天父都是一样的 其实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心呢 就是因为神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我三个弟弟都试过离家出走 是什么事呢 因为家里是很凶的 他又考试不好 他又不敢回家 我还记得有一天 因为我有个弟弟没有回家 他在楼上床睡 他在楼下床睡 平时就是这样的 我就跟他们摺皮 但是当日我在楼上床 下来楼下的时候 看到那些皮仍然是摆得很整齊在那里 我即时有一种很大的伤感 不知道他现在怎样 因为那些皮不用摺 平时是摺的 即是有一种伤感 即是神就是将这种圣放在我里面 如果你所认识的一个人 他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挂心他 而我们的神就会这样的 事事想念我们 所以这个是 神那种很美善的本质 是非常美好的 而神又充满兴奋的 他不是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有很多人都埋怨丈夫 你都没有反应 跟你说话 好像跟逢祥说话 我辅导很多人 通常那些女性的投诉 都是说丈夫没有反应 但是我们的神是 祂是怎样的呢 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 很容易记得的 西番雅书好像西人翻鬼路 即是西番雅书 有限欢恩是三章十六 其是三章十七 是我很喜欢的经文 在下半部里讲到 他因你欢恩喜乐 勿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即是他会因为你很开心 他默默地爱你 我曾经有一次去医院 在一个儿童的部 我见到一个女人抱着个BB 那个BB睡了觉 那个BB睡了一定有病 所以要去医院 我妈妈就抱着他 在医院那里 然后呢 那个妈妈就看那个BB 由头看到脚 由脚看到脚 一直看到脚 我真的看得很特别 那时候又没有手机 又没有拍摄 真的很特别 那种笑 真的很漂亮 他默默地爱这个BB 那个BB是没有反应 但是他会默默地爱他 我们的神都是这样的 祂经常看着你 爱你 有些人就说 是不是的 你说真还是说假呢 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 是这样 而神是按照祂的应许做事 祂应许的事一定做 祂应许的预言一定应验 祂应许如何让我们平安起来 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经历到 怎样帮我们救我们 我们经历到的 所以祂说这件事是我们经历到的 那我有一个姐妹 她是很容易看到异象的 她曾经在我的聚会 她说什么呢 她就见到耶稣 拿着去挡玫瑰花 望着祂 含情默默望着祂 这个姐妹有很多经历 真是神是会含情默默 很爱我们 所以当你爱祂 祂是很喜欢的 我希望大家深深的相信 祂是很欢喜的 圣经很清楚地说 譬如诗篇九一篇都说到 因为祂专心爱我 我要将祂使祂放在高处 我要叫祂成为尊贵 神是一个这么好的神 祂亦都欣赏我们的爱祂 那这里有什么神的本性呢 就是祂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感情的神 我们发觉小朋友是很自然的流露感情的 你见过小朋友有什么好吃的 哇 马上跑过来 或者看到你会跑过来抱着你 很自然反应 很开心的 我也记得我小时候 我记得有些经历 但我现在那种感觉是有些不同的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 我看到同海街 在里面开心出来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这种感觉 在里面有一种开心走出来的 这个就是小朋友的时候 那种感情的流露 而我们的神就是 他的感情完全没有难阻的 人因为受得太多伤害 所以我们很多人的感情是封闭了一部分的 不是像小朋友那时候那么兴奋 那么开心 但是我们的神 虽然祂是最高和最尊贵 又是最聪明的 极度的智慧 但是祂的感情是像小朋友那样单纯 这件事是我很喜欢 我们的神就不是像人想象的神 你看到封神榜的神不是这样的 但是神是很兴奋、很开心 祂因为你欢呼、喜乐而欢呼 神会欢呼 所以我们爱祂神会欢呼 神会很喜悦 所以我希望大家 爱神真是最底的 因为神是掌管一切 一切的尊荣能力都在祂手中 祂一定会祝福那些 凡听祂话的人 所以走祂的路是不难 我就是鼓励大家走神的路 还有你留意到 《乞生德性》这个教导 是帮助人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除了你们上课 其实你可以有些朋友 你可以送给他们 你买送给他们 如果是教目 你会知道我们是送的 所有全香港的教目 和世界的教目 我都会送 送完为止 送到那些书印了的 全部送完为止 神不是没有感情 祂不是没有反应 祂真的是一个很丰富感情的神 很多人没有这种感觉 我还记得当时我在神学院 因为这个是比较保守的神学院 不过这个神教了我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分辨律法与福音 我稍后也会说到 分辨神的恩典和律法 那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里面学到是非常宝贵的 不过他们是不强调感情的 那时有一个教授说 他反对奇异恩典这首诗歌 我问他为什么反对 他说因为太过善情 太过感性 那时我不会回答他 但我们看到 神是充满感情 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圣经说到人 是因为神而欢呼拍掌 是这样的 跳舞的 是充满感情的 就是圣经说到人的回应 不是只是理性的回应 那有些人的那个同神关系 那个基督教的观念 就是一个理性纯悟性的关系 当然我们一定有悟性 有悟性的根基就会稳固 但是有悟性又进入我们的感情 还有那个灵性 整个人就会好回应神 也会更加开心 轻松开心 好了 整个天堂都为罪人悔改 而爆发起落 这个也是神那种起落的特质 就是祂很欢喜 当祂见到人悔改的时候 在我们未信主之前 已经丹念祂 因为我之前说到 土神起越不难 所以这里是重复说了的 就是说 总之神一早已经爱我们的 为罪人死是少有的 但是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只向我们显明了 就是神的爱 是一早已经在 现在即使当基督徒软弱 即使当基督徒犯了罪 神都依然不断吸引我们 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曾经犯过很多次罪 我想问大家 如果有个人 你请他 找他喝茶 吃饭 跟你一起去哪里买东西 他拒绝你 他说我不想跟你去 初头很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件事发生 他开始不理你 他说你不要再找我 我想问你 他跟你说了几次之后 你还会再找他呢 我想大家不会 我问大家 我们拒绝神的一次呢 有时我们的心也 我们未必说出口 但是好像说 神啊 先不要烦我 留我自己 不要理我 我不能够祈祷 这一阵我太多罪了 我不敢 但是神没有因此而拒绝我们 神仍然感动 所以神那种耐性 和那种恒久的爱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真的全世界没有那么好的神 没有那么好的爱 我希望大家深深在这个课程 深深感受 也都改变你的生命 因为人在神的爱 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 你就会发觉 全世界没有一种这样的爱 你就会整个生命会改变的 神永远陪伴 感动 服侍和祝福我们 这里我们都是讲到神的爱 都是第一点来的 就是讲到 在《轻松得圣》的第一点 是神的爱 可以说这十点中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一点 你学得好 你讲得好 人就会对神有好的反应 讲到圣灵 耶稣说圣灵 保卫斯来到之后 他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自己 责备自己 这里就讲出神那种耐性 他会叫世人为罪 为到我们的罪 为义 神的义 我们没有遵行的 神的戒命 吩咐我们做的 我们没有做到 为审判 我们都要接受审判 圣灵就会感动我们 这个感动在我们 未信主的时候会感动 我不知道大家 你听到福音的时候 信主那刻的感觉是怎样 我自己记得很清楚 是一种很强烈的搞动 我记得那时候 其实我在信主之前 因为我小时候去过教堂 那时候家人在我教堂 和弟弟就好像 给我们去的地方 跟着他们就去了街 还有我又在基督教小学 读了一年 有一些印象 但是我中学的时期 我就在想 都不知道是哄人的 都是真还是假的 但有一次我就看一本科学的书 物理学的书 在前言那里 说到这个世界很有秩序 是不是神设计呢 我看到很惊讶的科学家都会说到神 我心里有种很想知道这个事情的心 后来同学在高中的时候就带我去一个报道会 在那个报道会听到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里面那种沸腾 在里面那种回应 神啊你是不是真的呢 就是在里面很想很想 认识这个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的心 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 神已经在里面做功了 在信主那刻那种工作是很强烈的 有多少人有那种经历的举受 就是总之在里面 不停地感动你 以至你不能不信主 就是有几个这样的情况 那种感觉 是不是很奇妙呀 你也可以告诉人家 就是圣灵来到感动我们去悔改信主 还有当我们不听话的时候 神感动我们 有时我们真的不听话 刻意去犯罪 但是圣灵一路感动感动 我现在来说 我灵命更生之后 我一有罪的意念,我立即處理 但我的確在我以前 有時我會容許一些罪的意念留在這裏 那時沒有一個觀念就是犯罪會帶來破壞性 我只是想著一間祈禱求主卸臉,祂就會卸臉 只是想著卸臉 就沒有想到犯罪是會有破壞性 我現在知道犯罪會破壞我和神的關係 亦都會破壞神在我生命的計劃 亦都會破壞人對我的信任 所以我很刻意、很快去處理 但聖靈真的多次感動我 多次的感動 雖然我們不聽話,祂依然感動 我們看到神的什麼本性呢? 就是祂很掛念我們,祂很想祝福我們 祂很想我們走神的路 很想我們走一條聖結公義的路 祂就很有耐性,不斷地感動我們 聖經講到,聖靈講到用不同的 祂用攝筆出來的嘆息為我們祷告 聖靈在感動我們 我們看到祂是行徹的 這種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祂很有耐性、很恆心 去關心我們、吸引我們 雖然我們不聽話,祂依然吸引我們 有些人的故事比較特別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Teddy哥 他就是罪犯來的 又是販毒、賭球 賺錢最多的就是賭球 網上你都會看到Teddy哥的見證 他已經離世了 祂說到祂曾經怎樣經歷神的作為 依然不肯信主 但是神就用不同的方法一邊吸引祂 感動祂直至祂肯信主為止 即是神真的很有耐性 祂用心陪伴我們 祂在我們前後環繞我 按手在我身上 有些人說 什麼時候神陪伴呢? 當我們一祈禱 多謝耶穌、多謝天父 你會覺得平安興生就是神陪伴你 永遠沒有例外 當你親近祂 祂是真的會來的 就是神在陪伴我們 有什麼神的屬性呢? 我一直說神的屬性 希望大家看任何經文 以後看聖經 你都去發掘一下 有時聖經沒有直接說的 發掘一下 即是說祂做這件事 他一定有什麼做 我用一個比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你媽媽積件衣服給你穿 有沒有試過? 現在可能都不是很流行的 有人試過 或者你媽媽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給你 小朋友穿衣服就不覺得什麼特別 但是你做媽媽就知道 要選擇滑 選什麼圖片 怎樣織 織一下又要量一下 看看合不合 見到你穿很開心 但你自己穿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她看著你穿很開心 就是說瘦的人 有時未必感覺到對方所付出的代價 但是媽媽要積件衣服給你 是付出很多代價 而當我們經歷到聖靈的時候 經歷到神的平安興盛 我們就覺得 是這樣的 讚美神就開心 但是當我們想到 神裡面就充滿平安喜樂 祂很喜歡來到我們身上 祂那種行狗愛我們 很想祝福我們 祂不斷是想發出對我們的愛 其實發掘神的屬性就是發掘 原來我們每一個經歷 背後都有神無限的 祂的本性和恩典和喜悅我們的心 祝福我們的心 實在是太多人辜負了神的心 太多人 神愛我們很多 但是祂不覺得 祂不感激 但是我從早到晚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我很感激神 我很喜歡神 當你很喜歡神 神就會喜歡你 神就會大大祝福你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這個課程學到 最重要 真是喜歡神 和喜歡神臨在祂帶來的祝福 顯出祂的本質有多美善 有些人說我看不到神的愛 曾經有傳道人跟我說 他說我不覺得神愛我 我說為什麼你不覺得 他說我侍奉這麼難 我家裡這麼多困難 我覺得神不愛我 因為有些人不懂得 建立與神的關係 所以他本身很難經歷神的喜樂 平安 他經常看那些問題 即使侍奉神 都可能覺得改變不了人 只是說一些道理 人們又不聽 又沒有心機聽 於是就覺得事奉很困難 好像又沒有什麼果凶 但當我們時時都滿有神的愛的時候 你的口一說出來 和你的行為 顯露出你真是喜歡神 亦都關心人的時候 人就會受吸引 當人看得到神這麼多的恩戀 他就會 原來神可以給你這麼多恩戀 我們都可以說很多見證 給人聽神怎麼祝福我們 我真的有很多見證 很多很多 甚至有 我試過為人祈禱 他之後又上到天堂 上到天堂 這個在網上也有的 關姐妹 你找關姐妹 才會見到 他上天堂 第一次看到他的生命冊 看到他以前的生命 從旁邊有神寫字 寫神怎麼掛念他 關心他 想祝福他、愛他 然後另一次 他就看到神給了另一本賞賜紀錄冊 他就看到他那本賞賜紀錄冊 即是說他為神做過的事 神會賞賜 因為我是幫他靈命更新的 我為祈禱 他的靈命就改變了 他就說 主要我想看葉牧師的換 耶穌就叫天使拿給他 他說他見到 有口 有包金 和上面寫著 我的愛子 然後我的名 我聽到 實在我不配是你的恩典 我真的覺得不配 我真的覺得 神是很喜歡人回應他的 就算你以往犯過多少錯 我自己都說 我真的曾經有很多軟弱 但當我真的聽神話的時候 神是很歡喜 神都會一樣歡喜你 我講一些經歷 重點是你們都可以 重點不是某些人 是個個都可以 你會經歷很多神的特別的恩典 你真的看到神那種美善 神的愛 第一 由神的創造 我們全身 你看看我們的眼睛多奇妙 可以看到東西這麼清楚 可以耳眼聽到美妙的歌聲 可以唱歌唱得很漂亮 可以我們的思想這麼精密 真是很奇妙的 和神做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最好的廚師 能不能夠煮芒果出來 如果不給芒果 你可不可以煮芒果出來 你可不可以煮芒果出來 你可不可以煮菠蘿 你可不可以煮鮮蝦 即是沒有蝦給你 不過你要用不同的材料 你可不可以煮蝦出來 你可不可以煮到 每一樣都是這麼美好的 第二 《聖經》 真的講了很多神的愛 但很多人看 就專門看那些懲罰 有一個人 經常跟我講 因為他注重罪業 所以神不聽 我問為何你只看那些經分 為何你不看神 是一定誰聽你的討告 他經常都掛著他的罪 我問你悔慨 神就歡喜 你不用經常看罪 因為有些人習慣被罵 所以他看《聖經》 就專門看他罵的經文 所以經常都覺得神罵他 是《聖經》講很多神的愛 《聖經》講有律法 但律法在基督徒來說 應該是一個提醒 不是一個 如果我不遵從神 我就要下地獄 我希望大家不是這樣 我要回去上課 要不然我下地獄 不要這樣想法 而是說 我侍奉神是歡喜的 開心的 因為神愛我 不過我有一個提醒 我犯罪是可以離開神 可以疏遠神的 這個提醒 就不是說 我不侍奉 就好像沒有做在小子身上 就進入為魔鬼和使者預備的永火 就不是這種的 心態懼怕 律法是一個提醒 有一個警告 律法告訴神 也警告我們犯罪肉的後果 但不是經常在怕死了 死了 我會不會下地獄呢 而是經常都說 我在神的愛中 是耶穌的救贖 神的兒子在天上 是永遠享受神的愛 永遠喜樂平安 充滿恩典 但祂落到地上被人拒絕 被人藐視 被人鞭打 被人釘在十字架上 被人誤會 但耶穌甘願地作為了救我們 是很大很大的愛 神 祂是神 也是神的兒子 居然為我們承擔這麼大的懲罰和拒絕 還有親近神可以經歷神的愛 祈禱 經歷喜樂平安就是神的愛 還有被聖靈感動 帶領幫助 神提醒我們都是經歷神的愛 其實我們周圍都是神的愛 遍地滿了耶華的慈愛 我希望大家經常說 遍地都是充滿神的愛 這些就是講到經歷神 經歷聖靈 這些都是 每一樣經歷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譬如你祈禱 覺得平安 就是神在愛你 第一 平安 耶穌將平安賜給我們 慶省 勞布丹重大五人得到安息 聖靈將神的愛 要灌在我們心裏 心靈醫治 醫到傷心的人 可以趕鬼醫病 有喜樂 喜樂又代替悲哀 身體舒服 我肉身 安然居住 有醫治失眠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還有有能力 所以這些都是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 我們可以祈禱 可以經歷到神的作為 那為什麼有些人很難經歷神的愛呢? 我會想自行 我要很難經歷成 我會想自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